最近我被圆普达斯刷屏了 先是在日本真正上市了 售价440万日元 折合人民币大概是22.8万 又登上了德国之声的头条 我在自主老哥的视频里面 看了一遍熟肉 发现海外媒体对这款车 尤其是刀片电池的安全性 那真的是赞目绝口 其实从今年开始 我一直在持续关注着 海外对于比亚迪的声音和评价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好评 甚至有的地方比国内还要更疯狂 但是我比较少的 会把他们的内容 搬过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 我觉得海外的消费者或者媒体 他们根本就不懂电动车 首先他们大多数国家 压根就没有正儿八经的电动车品牌 对于电动车的了解太少了 其次他们能够接触到的 大多是像特斯拉或者大众ID系列 一个完全是毛皮 一个稍微的精装了一下 这个跟咱们国内配置拉满的电动车 简直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你就不要说比亚迪了 传统车系里面还有长安广汽 新式里面还有蔚来极客等等 你随便拉出去都是乱杀 如果你不相信 可以看一下德国真身的主持人 光是一个吉他弦一样的板件 就搁那玩了半天 这东西在国内 可是被很多人吐槽了好几个月的 我就喜欢看他们这种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经常看过视频的朋友 一定都知道 袁布拉斯这款车在泰国 非常的火爆 上市初期就排队订车 一个月订出了一万多台 吓得比亚迪赶紧停止接单了 趁着一月份过年 直接把一半以上的产能 全部丢了过去 目前这款车在泰国 已经成为了现象级的产品 当地的比亚迪的负责人透露 今年单单是泰国市场 就要至少投放五万家的袁布拉斯 而且很有可能会持续加大量级 说实话 这些新闻我刚看到的时候 跟很多人的想法是一致的 这不会是比亚迪在海外 花钱挺的托法 这也太夸张了 恰好我父母是做旅游行业的 于是我脱了脱关系 找到了一个当地主要负责接待 国内游客的一个资深导游 几番询问之后 我才知道 原来排队的人群里面 就有他的身影 只不过他不是第一批 而是去年12月中旬左右下的订单 他跟我说大概今年的4月 或者5月可以提到车 到时候拍个提车家体验的视频 来做一些比较特殊的车主声音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OK闲聊之后 咱们来做一点分析 为什么袁布拉斯这款车型 在海外能够这么火爆呢 除了产品力本身的优势之外 我认为还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一就是性价比 对于大多数海外消费者来说 电动车还是一个很新鲜的产物 这就有点像我们国内18年左右的样子 许多人觉得敢于 第一个吃螃蟹的是有钱人 但其实不然 往往这种新鲜事物 能够快速体验并且接纳的是年轻人 在海外也是一样 特斯拉虽然卖了很多年了 但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 这个价格太贵了 他们根本就没得学 而袁布拉斯在海外 虽然比国内还是贵很多的 但是已经是他们能够 接触到最便宜的电动车了 而且这个便宜 不是说咱们几年前 见到那种枝豆那样的产品 对于咱们来说 袁布拉斯的配置确实不错 但是一定谈不上多么多么顶级 可是你换到海外再去试一试呢 之前有一期讲 出口到日本的视频里面 我详细对比了 日产的某一个同级别产品 你会发现 无论是续航 充电功率 动力 空调尺寸 还是舒适性的配置上面 袁布拉斯都是玩爆了对手 而且价格还要比它低 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冷知识 在大多数的国家 购买一辆车子之后 都是需要去当地的配件程 再配一个小车机 行车记录仪 三六零亿箱等等的 整个的费用全部下来 基本上要再花一万人民币左右 而袁布拉斯全部都是自带标配的 这就相当于是车价又便宜了一万块钱 其二 安全性 从21年比亚迪还没有大规模出海的时候 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在海外 就已经非常有名气了 我查询了一些资料和新闻 许多地区最开始是比较抵触电动车的 除了政治上的一些因素之外 对于三院里电池的不信任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时刀片电池的发布 已经真正应用了一年多之后 海外对于刀片电池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 比亚迪经典的真词实验 更是成为了许多视频的必备素材 第三 政策的推动 为什么我常说海外的新动力发展 比咱们落后了四年到五年呢 其实从政策端你也能看得出来 比亚迪是很聪明的 现阶段重点发力的国家 基本上都是大力扶持电动车的地区 比如说泰国 售价在200万泰铢 也就是41万人民币以下的纯电车型 减免40%的进口关税 电池容量超过30度 可以再给15万珠的一个补贴 也就是说再补贴3.1万人民币 再比如说日本 作为一个传统的汽车强国 日汽车在新能源时代 已经被完全甩下了车 当地政府是非常着急的 可是车型又迟迟不可加大动作 不管是补贴的辅助 还是基础的一个设备的搭建 和一些疯狂的其他的补助 各种办法之下 日汽车就拿出了一些 前面讲到的像日产那种水平的车型 可能是被逼于无奈 日本才选择把比亚迪条 黏鱼甚至说大鲨鱼 引入了当地的市场当中 我个人推测是想要靠比亚迪的热销 给当地车型带来更大的压力 不然日汽车连年下滑的海外出口量 恐怕很快就要引发 大面积的企业破绽和工人失业的问题 这里再分享一个冷知识 2022年开始 国内95%以上的车型 都停止了对于燃油车的研发 这里包含了所有的合资公司 这个周期一般是3-4年 也就是说最多到2026年 市场上就不会再出现新款的燃油车了 最多就是一些经典车型的换代 那取而代之的就是新的原车型 而且这种现象 可不止只在中国出现了 到那个时候 如果日汽车再没有像样的电动车 那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好了本期内容就是这样 如果你对我的内容有些补充 或者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也欢迎在评论区指点一下 拜拜